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吧 孟茫 明天咱俩拍结婚照 于昊跟可兰也在一块 到时候 就让他们俩多单独待在一块 多拍一些亲密的照片 孟茫 有什么事一会儿再说您别打扰我思路 孟茫 你还记得你自己有个老公吗 我知道可兰是你的闺蜜 希望她能幸福 但是 你没发现 你对她的关心 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生活了吗 我也希望他们俩能够幸福 但是未来的事儿 许多要靠缘分 她未必都能按照我们心里的预期走 但现在的眼前人 才是你真真实实该珍惜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就老想着 反正你爱我嘛 你反正肯定一直都会在我身边的 我 我就没有在意那么多嘛 那 你错了 该不该发 说 怎么发 在这麽烦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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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工博览园 别迟到啊 穿上高棍鞋 韩梦担心苏克兰坐公交车 别迟到了 要不你去接她一下 是 要不你去 det 你不想个人 这个 刚好朋友送了我点保养品 刚好我开车到附近 刚好想起阿姨 停停停停 你是去给张母娘送礼的 又不是去给警察 做不在场证明的 那你说我怎么说呀 别说那么多刚好 你就是特地给张母娘送礼了 怎么了 糟了糟了 他们下来了 那你赶紧上啊 千万别送 加油 加油 小心点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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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穿不了高跟鞋吗 还非穿 我是他伴娘 你忘了 金岛 金岛 你怎么在这啊 好巧 千万别说那么多刚好啊 我 刚好开车在附近 刚好 朋友送了我点营养品 刚好 我昨天看见阿姨身体不太好 刚好又问了我 医生的朋友说 适合阿姨吃 就 就 就刚好 好 金岛 你真是有心了 可莱 我们是不是该请金岛吃顿饭呀 正好我去买菜 金岛 你爱吃什么 金岛 不好意思啊 真是谢谢你了 今天我得陪我朋友去拍照 这样吧 改天如果你有空的话 我和我妈一起请你吃饭 没事 没事 我 我随时都有空 那就 可莱 你刚才说去哪儿拍照 我刚好顺路送你啊 不用了 我坐公交车就好 他去城工摩蓝园 那就麻烦你了 小金 不麻烦 不麻烦 特别顺路 特别顺路 妈 顺路嘛 哎 改天请你吃饭啊 好 阿姨 麻烦你了 没事 没事 谢谢啊 阿姨 再见啊 让你接人家干吗不接呀 怕见 怕见就说明心里有鬼 你这头油膜的都可以炒菜了 为月己者荣 我可以理解 为了你舅舅的眼睛 你下回少摸点 咱们这人齐了嘛 再不开始 这下午的天光可能就拍不了了 应该马上就到了 您稍等一下啊 好 可莱呢 到了吗 我 不知道啊 我就说坐公交车会慢嘛 你不知道去接一下 好 那我给他打个电话吧 好 好 千万记得接人啊 约得九点到 差不多该出门了 好 你 我手机呢 手机 我手机不是放在你身上了吗 对 去哪了 那没手机怎么打电话呀 怎么找可兰嘛 这路看来睡觉半会儿通不了啊 孟孟 不好意思啊 我堵在路上了 金导 可不可以麻烦你 帮我在前面地铁口放下 我赶时间 可能坐地铁会快一些 好 我也不行 喂 喂 苏兰 到哪儿了 我堵车了 在治港帕到呢 可能还有好一会儿 要不你们先拍吧 我在路上堵着呢 走八个小时 附近地铁站也挺堵的 你去哪儿啊 别走啊 别一会儿他来了又找不着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雷突充였습니다. 喝口水吧 喝口水吧 哦 谢谢 这个其实是我 来 苏兰 下车 可莱 前面快通了 而且骑摩托车很危险的好不好 他的安全我来保证就会 现在这里是通了 你能确保前面不会再堵吗 苏兰 现在所有人在等你 你确定在这儿浪费时间 你听到我不好意思啊 我确实赶时间 不好意思啊 可 可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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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展神速啊 想当年我们可是叱咤九冰路的旋风双雄 这小子总算是开窗 这小子总算是开窗 再往往往往哪个 那边来一点的 对 再 能 再来一点吗 好嘞 来准备 好 保 cameras 好 不错啊 这边已经拍完了 咱们还去学校那边拍吗 当然要去了 摩托车是你的青春回忆 我也要回学校拍照 好好地告别一下我的青春 是吧 好 我们孟孟说怎么拍 就怎么拍 但是时间紧 要是堵车的话 那就拍不完了 那我们就骑摩托车去 正好看看谁先到 好啊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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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摩托车去得到快啊 设备还在这儿呢 去这么早能拍吗 他们干吗 来 它实现了 这是从长车 大秦 雪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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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在那边 来 我们来一个抓牌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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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你做的都什么玩意儿啊 我不在就弄不出来东西是不是 老大今天谁又惹你不开心啊 我说你烦不烦 你给我打什么电话 一天天出的都是搜主意 靠 我计划这么完美 你这明明就是执行不理 我 神经病 你们的执行力呢 来 准备啊 来了 走 哇 不错啊 再来一个 来 好嘞 练点啊 来 准备 走你 我走了 再来一个 准备啊 别受伤啊 好 拍一天了 还没拍够啊 这是充满我家梦梦青春回忆的地方 那首歌你没听过吗 走过你来时的路 你不知道这是一首苦情歌啊 去去去 懂什么呀你 当你很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不仅想和他度过未来的每一天 还会贪心地想参与他所有的过去 你记不记得啊 当时我把我们俩的名字写的这个背后 我还画了坦克桃心啊 怎么现在全没了 啊 巫师人飞了 什么巫师人飞啊 你现在不还是和以前一样 非得拉着我陪你上厕所吗 那既然没有巫师人飞 有些人不是最喜欢在厕所里唱歌吗 赶紧来一首啊 大姐 你这个梗是要说一辈子是吗 那是 当时谁为了唱歌比赛跟我争第一 每天都偷偷跑到厕所里练歌哟 比起有大赛是不是啊 嗯 这个是你先挑起来的啊 你高中的时候喜欢的那个男生叫什么来着 就是那个让我帮你给他递情书的那个 坐下 你瞎说 谁那个年少无知的书 少数家 你讨厌你什么呀你 别找我呀你 你没说 不认啊 讨厌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你都要结婚了 是啊 当时被那个宋祖家拒绝 我还做做难受了两个月呢 傻不傻呀 那时候难受 是因为在你对未来的想象里 有它 一个人 从那么美好的画面中消失了 即使那画面只是想象的人受 也会难过 那你想象中的人生是什么样的啊 再来一个 咱们休息一会儿啊 休息一会儿 穿着高中校服走在高中校园 出景申请了 那你是拿不起呢 还是放不下啊 你老婆去厕所那么久你不找啊 她交给我的任务 让我关心你 她总问我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跟她说你是不敢拿 但我知道 你肯定也有放不下 但是啊 这过去都过去了 就算我们穿着校服 也不再是高中生了 跟我想啊 嗯 我那天接受她辞职 是因为我知道沈志玲回来的消息后 我才意识到 我好像还没有完全放下 那天她打电话约我去发山 我竟然还有点期待 那我这么问你啊 如果沈志玲又回来了 你还会想和她在一起吗 那不就得了 可我还没有从上一段感情里面出来 就进行下一段 这样会伤害别人 谁能从前一段感情里走出来 说完全放下就完全放下 那按照你的思路 我因为半夜叫初恋女友的名字 被前女友分手之后 我就不该谈恋爱了 半夜叫初恋女友的名字 这是不是没放下 这多伤人啊 可我 坚持不懈的伤人 最终和我的初恋女友重逢了 你虽然看起来温和 但从小就是争强好胜的性格 还记得吗 初中的时候 歌唱比赛一定是要争第一 从初中到高中六年 你没让自己一科成绩考过第二 就连八百米跑步 跑兔了也要拿第一 工作了 看上余昊替身的事 你费尽心思伪造消息 也要让金轩消气 可是为什么到现在 你明明心里有余昊 就是不去争取呢 快 以前年纪小 觉得 只要自己喜欢的 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得到 可现在 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我是扁平足 容易摔 高跟鞋偶尔穿一天 可以 可以一直穿 终究还是会摔的 摔了又怎么样呢 会疼啊 你是怕疼的人吗 你忘了那个时候 你没有练唱歌 练得嗓子都哑了 疼得好几天都说不出话来呢 你是怕丢脸 跑步 跑步唱歌考试 说到底都是只要通过自己努力就能有进步的事 可感情 嗯 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对方看见 会显得自己很卑微的 那是因为你自尊心太强 你才会自己觉得卑微 就比如 龚文星 你看她都对我跪舔成那样了 你会觉得太卑微吗 就是因为她太厚脸皮了 你才老欺负她 是我先厚脸皮的 嗯 KTV的那一次 是我先亲她的 不是吧 有些时候 你先试着厚脸皮 你才会发现 对方可以比你更厚脸皮 对方的 不是 教村医生 哎 师兄老师 咱们来这边吧 哦好 Cathie好 来来来 干吗 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六 五 六 五 六 三 四 五 六 五 六 我用一下这个 哦 好 谢谢 某某 这是你青春筑留的地方 那段时光本来没有我 但现在 我来了 我要填满你所有的过去 携手你所有的未来 三中高一十五班韩梦同学 宠外高三八班龚文星 有幸遇见你 以前放学后 你也有过这样 放肆拉着一个人的手 忐忑 慌张 却又期待幸福 如今你披上了婚纱 嫁给了和你结下情要缘分的男孩 这一切都和我们当初想象的不一样 未来 已将和我们现在的设想相差甚远 来 别个笨蛋 给我下来 快点 下来 来 别跑 记住你们了 给我站住 别跑 很俄 我öff 都 легко 你都给我下来 我不是想问你 你还是在侗我们的ari会 坐在哪里 我在有关oulid面 那是不是 тем一下 坐在转容 李显 BP 又不是学生躲什么呀 我可不想看到 下顿迟生们的CEO 办学生的新闻上热搜 那么怕丢脸 那你干嘛还要答应 穿成这样 陪供温馨他们拍照 被他的后脸皮传染了 所以 和后脸皮的在一起 你也会变得后脸皮吗 余昊 余昊 可兰 上哪儿去了你们 你干嘛去了 吓死了 你给我站住 看你们往哪儿跑 又来 快跑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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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郭文鑫先生 你是否愿意 娶你面前的韩梦女士 为你的妻子 无论贫穷还是富有 无论健康还是疾病 都愿意和她相依相伴 永远在一起 我愿意 韩梦女士 你是否愿意 成为郭文鑫先生的妻子 无论贫穷还是富有 无论健康还是疾病 都愿意和她永远在一起 我愿意 就ед警方 谢谢 sc tight 黄鉾穿在沙发 淪淪圈在沙发 咖啡开一朵奶花 缓缓张心融化 天色慢慢就暗了 厨房电亮了光 一点点习惯 一点点温暖 炊烟弯弯 你碰碰乱这段发 轻轻拨折彼塔 时间 天色慢慢就暗了 时光却不相散 这就是梦梦 希望你的每一段未来 都有超越过去的快乐 希望你的每一段未来 都有超出你期待的浪漫 而不论过去 现在还是未来 我都会和你并肩 将变化视作生活的惊喜 就像我们曾经说好的那样 这个手机里 只存了我的号码 送给你 不管什么时候打给我 我都在 你碰碰乱这段发 轻轻拨折彼塔 哎呦你们来了 欢迎欢迎 真是啊太开心了 好 快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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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送了你句话 好好好 作为回礼 好 穿不了高跟鞋 是你太怕摔了丢脸 只要不怕丢脸 就不怕摔 你这平底足 今天不也婆婆穿着光门鞋 接了捧花吗 天天喜欢 有着你陪伴 一茶一饭 简简淡淡 一心一愿 吻着你说晚安 许念念一生一世 朝朝暮暮平平管管 天天一起吃饭 天天都问你说 外婆 好的 好好 莫莫现在要休婚嫁了 我看你的人手啊 估计也不够 要不 把它给挤回来 别人的婚礼来凑什么热闹 凑热闹 要不是我有先见之明 在KTV的时候 就加了余皓舅舅的微信 我都特地每天短点 就发现你的心上人 和我的心上人 今天在这儿做伴娘伴郎 我拿你来 那能是凑热闹吗 伴郎伴娘 伴郎伴娘 最容易擦枪走火的职业 盯紧点 阿姨啊 都怪你 一路上磨磨磨叽叽的 要不然我们早到了 要是早点到 我就能上去抢捧花了 这明天心虚的一幕 还能发生吗 还能发生吗 这不就结个花吗 这不就结个花 就结个花 崴新娘的捧花 你不懂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傻 不是谁下一个结婚吗 又没规定跟谁结 那是宿命感 你看看照片 宿命感 巧合而已 巧合 我看她根本就是故意的 你看她跟我们家 好好眠来眼去的样子 哼 你看 你看 你跟苏格兰她太精进了吧 说 说谁心机呢 怎么说话呢你 你 你看她的鞋子 这是那天在KTV门口比赛的时候 我们家好好给她卖的 她就是故意传给她看的 我 你怎么那么快 我 你等会儿我 你懂女人还是我懂女人啊 你到底着不着急 你快点 你干嘛呀你 你快去呀 你怂什么呀 快去呀 快去呀 你你你你先进去 你等会儿 嘘 男人经不起机 你这一冲 万一苏格兰利用你 刺激我们家好好怎么办 我就说吧 鞋子 故意的 心机 我 平地族 平时不穿高跟鞋的 可是当伴娘得穿 我只有这一首 我刚才 为什么了吗 我说 是 acontece 我说你不sters 我 我不喝了 你不喝的 她就喝了 那个 这期节目主题定了吗 余总 您割下工作 就是为了问我这事啊 参加节目事宜也是工作 跟节目组的具体沟通 不应该由你们公司公关部负责吗 你是节目组策划 需要对嘉宾的出行和高知性负责 明明可以简单沟通 却还要通过吃什么公关部 不觉得很没效率吗 况且 公关部总监现在大婚 你就这么想 给新娘加工楼梁 如果您要讲究效率的话 那直接和节目组导演沟通 不是更有效吗 您找我干嘛 因为你现在人就在这儿 我要找导演还要给他打电话 不值得多此一举 可这不是我的工作范畴 我凭什么要超恶工作 我不介意再加你一份 超恶工作的薪酬 或者 又或者你从节目组辞职 维持什么神仙专制负责我的工作 我之所以问你主题是什么 是因为 你原本就应该根据主题来教我做菜 这次教学就定明天 余总 我再提醒您一次 我已经从你们公司离职了 您的教学也请您另请高明 你离开吃什么之后 薪水应该少了不少吧 你辞职是解除和吃什么的劳动合同 但你叫我做菜呢 是我们的私人合约 如果你实在不想履约的话 我倒是非常建议你看一下 我们的合同 里面非常清楚地显明了 赔款金额是多少 是 � 还是赔款 我想你是个很理性的人 不会因为情绪而影响了自己 做出正确的选择 对吧 所以这次主题到底是什么呀 还是说 明天再说 好 你 你干吗去啊你 主题是 如何摆脱一个纠缠不清的人 金岛 你去干吗呀你 说到纠缠不清 我还是真的没想到 有人会出现在 根本就没被邀请的婚礼上 这倒是个非常值得探讨的主题 摆脱纠缠不清人的菜 就交给你了 你听见 有人被激着了吧 节目的事就不劳余总费心了 节目在室内录了好几期 有些枯燥 我打算应观众的想法 去农家做一期三天两夜的 田园生活的录制 余总工作忙 商业田间的网络也不好 耽误了工作就不好 所以余总就不用参加了 温爱敬 三天两夜 我作为赞助商我怎么不知道 我不批 节目的内容 什么时候轮到赞助商来审批了 内景改外景不增加费用吗 增加费用不需要我通过吗 没关系 这笔钱我已经搞定了 追加赞助商 按合同也需要我通过 对方不要求署名 只给钱 所以也不需要你的通过 白桃钱 傻啊 给钱不就行了吗 难道 余总还跟钱过不去了吗 没什么事的话 可兰 回节目里商量一下具体的录制事宜吧 好 苏可兰不能参加这次拍摄 我的员工 什么时候余总要顾问她的行政 苏妈妈身体不好 她每天都要按时回去照顾她 连加班都做不到 你还出外景 三天两夜 看来你对你员工的基本家庭 经过一点都不了解 你怎么办 可兰 妈 没关系的 你去吧 妈 这个安排 金岛已经跟我说了 我没关系的 去给金岛对安排吧 晚上还等你回家吃饭呢 走吧 可兰 好 林轩 这期节目我也参加 我给你 你怎么办 余总接下来得出差三天 等会儿回来 找公司各部员工 布置工作 突然出差三点 上海 北京 见投资人 去农家 录节目 啊 余昊这个工作狂 不去公司 要去天心寺三天两夜 录节目 可兰可以啊 她现在工作那个导演 跑来现场找她 可兰妈 好像很喜欢那个导演 这是 被刺激宣战了 下一个阶段筹备上市 缺一个有 IPO经验的副总裁 这三天 让人事不准备好 三天后 静怀约 公关部这块 韩梦请婚嫁 如果有什么突发情况 的话不要见 你直接来找我 余总 节目组那边 刚才过来沟通 说这次是集体活动 需要全程录像 怕耽误余总您的工作时间 反复问我 您是不是确定要去 对 对 麻烦和艺人确认一下 说下不好意思 是临时的节目安排 谢谢他们备合 好 辛苦了 到了 吃什么那边确定了 说以后 许 吃饭 我 真打了吗 哦 忘了 不开心了 是因为我突然让你去录节目吗 妈 你怎么就那么突发奇想呢 你说我在边上提醒你 你都老记不得打针 那我要是不在 万一出什么情况怎么办 你不在 我会更伤心记得了 我不想看着你总是因为我哪儿也不能去 我不建议陪你啊 可我建议啊 我会觉得我耽误了你 我知道你是担心妈妈关心妈妈 可你这样 我会觉得自己真的就是个病人 所以你忙轻松点 瞎说 你就是为了乱凑人 我去 干嘛非要说得那么明白 妈 明天是你生日啊 你就这么把我打发走了 你们节目组 这次是去天心寺吧 是啊 你还记得以前吗 每年我过生日都会去哪儿 记了 那是我和你爸认识的地方 你看 你小时候 也在那儿待过一段时间 还记得吗 嗯 还有你的照片 你看 你小时候 好 我们也经常带你去 可兰 妈妈身体不好 所以 希望你带妈妈再去看看 妈 你记性不好 针 千万别多打 也别少打 这几天我给你交外卖 你等着我的电话 跟我视频 我看着你才能打针 可以吗 可以 我先把你的药给分好 好 你吃的时候 你看着日期 不要搞错了 吃药的时候 你记得给我拍个照片 等我确认了 你才可以吃 对了 冰箱里的水果 我一会儿也收走 你别乱吃啊 啊 还有蛋糕 你不许趁我不在的时候 偷吃蛋糕啊 我搞不一样 我先偷了 鸡蛋上午地儿 这颗下颗吃 新颗下午吃 记得没 好呀 好喽好喽 还不是小王啊 来来来 不要剥口喽 太甜了啊 不要像你妈娘她们了别 狂狂长着你 每天早上都这个样子了 妈 这要我给你个 妈 我刚刚说的你都记着了吗 听见了 我在想啊 我这么好的女儿 以后会便宜哪家小资呀 妈 妈 我们出发了 在路上呢 晚上和你视频过生日 妈 我们出发了 好 认真工作 别老开小差 凯文 我现在副总吗 爸爸 之前天洋圈提过的 等回来的时候见 嗯 先讲 来 你到底有什么计划呀 都安排好了 直接跟我联系啊 别让别人听见了 还闯到耳朵里头 都没有惊喜了 好 安姐 余总路边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 突然跑去录节目三天两夜 而且一个公司的人都不带 妈 你不用担心余浩 都追乡下录节目去了 肯定是志在必得 哎呀 我都好几年没去乡下了 嗯 我也是 这就当春游了 嗯 好好玩 我们差不多快到了 准备准备吧 嗯 好 好啊 可算到了 我帮你提吧 我帮你提吧 妈 对 我帮你提吧 好 我帮我提供一下 快点 干什么呀 给你考虽的时间啊 是不是真的参加这期节目 我说了多少次了 不行再说废话了 这期节目的预告 我刚发布 预告 我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预告啊 节目组发预告了 怎么也不通知我们 本期节目 举足前往乡村录制 也将第一次 六处提三桌谈话的形式 更改为比赛形式 更改节目形式 都碰住我们 更改节目形式 都碰住我们 三分期节目中 每位嘉宾 选择一道餐 由乡亲们投票决定 谁将胜出 而最让我们期待的是 于宗信心满满 放眼必达第一 否则 他将永远推出节目录制 我什么时候同意 更改节目形式 什么时候说要推出节目录制 你可以立刻声明啊 不过观众会认为 你是认怂不敢比赛的 拍摄条件艰苦 只能委屈你和李轩住一个房间 不过你放心啊 李轩我还是挺熟的 特别爱干净 除了睡觉打呼噜之外 没什么别的毛病 你待会儿塞了吗 睡觉也拍啊 啊 睡觉也拍啊 你没有制造不公平的行动 这次你的一举一动 全程被拍着 不能违规求助场外指导 也不能让别人替你拟挽搞 片子效果出来不好 恐怕影响你的形象 要不你再考虑考虑 要不要录这期节目 我已经确认过了 同样的话 不想再说第三遍 你这床你没收拾的 刘总 你也别太勉强自己了 你要是不喜欢就说啊 反正少年一人 也不当努这期节目的 一点都不勉强 肖金在哪儿 我这不带你去呢吗 我这不带你去呢吗 剧组临时厕所 将决打 放心啊 厕所肯定是不会有摄像头的 这没有别的选择吗 我 干什么你啊 神经病 怕虫 你说有意思吧 于昊平是一副牛到天上的霸总样 居然怕虫 小时候 我妈老大我和她比 我都不爽啊 不爽以后我就趁她睡着了 往她被子里扔了各种虫子 还有蝙蝠 你恶不恶心啊 那不是年纪小吗 可莱 你想啊 她都有这么重的心理阴影了 还能决定跑到农村这种蚊子 避都避不掉的地方去 可见她对你的感情很可以啊 对 还有那个说非要拿第一的视频 那是金轩 故意我的心于昊的吧 以于昊的个性啊 早就律师还上去了 这一次啥也不说 就赖着 你说她是为谁 我说你俩不是蜜月自驾游的吗 怎么还老担心别人的事啊 我外甥跟我闺蜜的事 怎么就成了别人的事了 你知道我店姐 你还自己不上心 好让我耍点心 行啦 不跟你说了 别耽误我找杀虫记 行 挂吧 这就挂了 她对我外甥到底什么意思啊 知道你外甥怕虫 都赶紧挂我电话 要去找杀虫记了 你说她什么意思啊 你说余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突然挂我身上 这恶心 这恶心 你什么意思啊 你拉什么拉男的又别不懂啊 你没跟我商量 你就发布什么预告啊 你说余昊不得第一就走人 那她走呢 我参加这节目号 那她走呢 那她走呢 这有什么意义吗 她再我也没看出 跟你有什么推进 对你有什么意义 我 那行 忙都忙死了 黄娇 看你了 不 我靠 不对 姐 怎么了 现在有两个方案 一 是邦于浩拿底 让她留在这个节目 二 是趁几次节目搞定好好 可就找余昊啊 你让她拿第一位借口 增加接受 然后 就搞定了 你人呢 在哪儿 干吗 听说到处都有谈头 你找我不怕被录下来 被说作弊 厕所没有谈头 晚上找时间留出来 叫我做菜 所以你现在是在厕所 这个监控死角违规求助 是 况且 就算通过厕所顺利开溜 那也没有场地教学啊 找个农户不就完了吗 看来 你离人吃什么之后 这个工作能力也下降得很快 找农户不额外花我的时间吗 上个教学费里 额外公事 三倍七三 算 厂地匪 报仇 没发票 我说多少算多少 可以可以 没问题 立刻进入工作 不自扣签 我说 我说余总 您现在厨艺也不差 非得再学吗 我说余总 就不觉得浪费时间吗 我拿第一 为什么我拿第一项 为什么非要拿第一项 那个预告就是个节目噱头 您这个主赞助商要是不同意的话 没人能让他作数 因为不想在金轩面前输 再有一句废话 心愁见伴 点燃吸纸线然后 不是 你行不行 你过程对嘛 导师 这 这有点难啊 这个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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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我来了 那么能行呢 这 这 这 遍姐 没想到啊 还有这一首 好敲 林总 你也试试呗 葵人 是我 你吓死我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等你啊 太多文字了 这 你怎么不会消息呀 手续没电了 张洽 给 谢谢啊 所以 你一直在这儿等我 不然呢 不是约好了晚上去做餐吗 手机没电 没关系不到你 只能等他们都散了之后 我再蹲你了 对了 暂时先用这个 评论我已经调完了 你怎么不找个借口来找我 怕什么呀 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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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去哪儿啊 我出去一趟 来 走吧 余总 您知道要去哪儿教学吗 对啊 走吧 我会帮你拿第一的 要不要和我杀朋友吗 我好紧张 我好紧张 娘娘 大娘娘 快来 你来了 还要我一直在等你们 好久不见了 这次的男朋友啊 也长得有多标准 你别说 跟我的女婿还有点挂香 不是 雷沟都是我今天跟你说的 要带来一起做饭的朋友 好 打扰了 打扰啥子 快进来 昨天 恐懒打电话给我说 要借我的早饭路犯 早上的时候你们是还 家还没谈好吗 难得有人陪我说二话 给啥子签吧 我说不要啊 他股都要给我 您说的 我说多少算多少 来 来 来 喝点水 喝点水 来 喝水 喝水 等会儿 你们就在那里弄饭 昨天我都给你们放到里头了 那个菜子哟 做今年才咋的 香得狠 你们还需要些啥子 就跟我说 娘娘 这个是 哎呀 你看我一高兴就忘了跟你们说了 不要害怕啊 我老公都做了好多年了 我说这个是给我自己准备的 这个人老了啊 一会儿那里头那里头 总有那么一天 我老公走在我前头 我还可以给他留点后事 我要是走了 我也不愿意麻烦我的女儿 她们一天都会在外头打工 还要带娃娃忙得很 就是过年多难得回来一趟 趁着我现在还留得懂 把这些事情单拍把视了 心头啊 也就没得那么多钱管的事情 你看我 今儿都跟你们说这些咋子 快点 快点 你们去农云 你们去农云 我在外头农云 有啥事是 还我一生都啥 阿姨 你可以叫我生活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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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进来进来 你柔柔 散着长发 懒懒 权在沙发 带队 prototypesileri 潸泵一双的裙朝 再时染其阶子 樹皮 裙盐 漫漫就暗了 厨房点亮了光 一点点习惯 一点点温暖 炊烟弯弯 你碰碰乱着短发 轻轻拨着吉他 毛衣刚晒过阳光 暖暖让人心安 天色慢慢就暗了 时光却不相散 这就是你喜欢的浪漫 一点点喜欢游着你陪伴 一茶一饭 渐渐淡淡一醒一愿 问着你说晚安 一年年一生一世 朝朝暮暮拼拼贯困 天天一起吃饭 天天都问你说晚安 天天天天地意育 礼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